这是一个有男友的女人 但她却明目张胆地聊男人 找到独自一人的男人 她便坐了上去 让男人邀请她吃晚餐 而这一切她的男友是知道的 她的身边一直都有一群男人盯着 每天的衣食住行全都被监控 而这并不是因为她太受欢迎 这群男人是特工 而眼前的女人安吉以前也是 因为她和一个男人相爱了 退出了组织 而这个男人 曾经偷了一个黑帮老大的资产 之后便消失不见了 现在是黑帮和警方都在找她 所有人盯上了安吉 这天她收到一封信 正是男友寄来的 信上让安吉8点22去火车站 找到一个和她身高体型相仿的人 让警察认为那就是她 看完后便烧掉了信 当警察赶到时 已经烧成灰了 送到检察部门恢复后 也只得到了两个线索 8点22和里安火车站 而此时的安吉已经上了火车 他开始四处张望 寻找与男友相仿的男人 于是便找到了开头的男人弗兰克 想让他坐地醉羊 安吉强势地和他说着话 便和他一起吃了晚餐 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被偷拍了 很快警方收到了照片 开始派人在下一站拦截 但分析结果却表示 这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老师 恢复的这条上也说的是 大师所望后便撤回了兵力 弗兰克的一个危机算式解除了 但潜伏在警方的黑帮老大手下 却误报了这个消息 让老大以为这是那个透他资产的人 带人来到了维尼斯 这个女人带着男人来到房间 故意走到窗前 报警男人就亲了一口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引给窗外监视的人看的 发现这和自己像的不太一样 自己还被拒之门外了 只能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醒来时 安吉已经不见了 房间里的只有两个黑帮小弟 还带着枪 弗兰克不明所以只能开溜 跳上房顶小碎步跑着 最后跳到了水果摊上 被维尼斯的警察给抓了 小弟见到警察 便不再追下去 而到了晚上 金帐突然找到弗兰克 把他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出来的人居然是那几个小弟 原来他为了钱把弗兰克给卖了 正当他得意洋洋数钱的时候 安吉驾船赶来 丢了根绳子给他 拖着弗兰克就逃 安吉还是放不下心 不忍心让弗兰克就这样没了 这时安吉才向他解释了一切 虽然两人相识不久 但安吉已经对眼前的男人动了轻 白天他假接让弗兰克船船 自己一人离开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弗兰克才发觉 自己也喜欢上这个女人了 他决定来到警局 提供男友的活动位置 晚会上 安吉收到一封信 他以为是男友来到了这里 想要追上去 警察也听到了对话 想要抓住这个男人 可谁也没想到 弗兰克又出现在了这里 他没有离开 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跟安吉表白 为了不让弗兰克影响计划 警察给带走了 打开信封得到男友位置 前往目标地点 可进到房间后 男友并不在这里 随之进来的是黑帮老大 他威胁安吉说出保险箱位置 不让就干掉他 可安吉哪里知道啊 只能说了一个最有可能的地方 居然真的找到了 接着让安吉输命嘛 可这下是真的不知道了呀 就在老大要动手时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因为男友偷了黑帮老大的钱 女人被他狠狠教训了一顿 眼看安吉就要被干掉了 但男友却迟迟不出现 这时弗兰克走了出来 他知道如果男友不出来 安吉就会小命不保 便自己站了出来 并说自己就是那个男友 可老大见到他一脸疑惑 他说自己整了容 牙也整了 为了不被发现 口音都改掉了 而老大认为最能够证明的方法 就是打开这个保险箱 但如果你打不开 你俩都不要想站着从这里离开 安吉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根本不知道密码 弗兰克还想要谈个条件 但是老大的样子不像会接受 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如果安吉身边 他对弗兰克说了一句我爱你 这下弗兰克担子更重了 正当他要按下密码的时候 再次坐不住了 强过呼吸命运开火 可以帮那人全被干掉 弗兰克下意识把安吉抱住 保护他不受伤 警察那边也收到了消息 在一条街上发现了男友的攻击 现在要他们过去查看 可当他们赶到现场后发现 这人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被拿钱收买过来的 故意拖延警察的脚步 而安吉这边 弗兰克走到保险箱前 打开了他 原来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确实是整容后的男友 一切都是他设下的局 全部都是为了 他能够和安吉安全脱身 等到警察赶回来时 人已经没了 保险箱里也只留下了一张字条 居然是他偷走的资金 足足7.44亿刀 很久之前男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花了2000万做整形手术 他决定放弃所有资金 和女友来一场从头开始的恋情 而女友也如他所愿 在人群中总能先找到他 并爱上这个男人 这也许就是两人的羁绊吧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